如何在面对危机时保持坚定的信念 即使在危机时刻 你也有切实可行的工具来坚定你的信念 无论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 还是仅仅是管理大学经历的压力 这些实际步骤都将帮助你在信念不变的情况下度过难关 祷告 建立你的信心 作为一个信徒 你的最终希望不在于你周围的人和环境 而在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上帝 祈祷是我们拥有的最强大的资源之一 但我们往往忽视它 在危机期间祈祷至关重要 有时尤其是在面对严重问题时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已经无话可说了 这对上帝来说不是问题 记住 罗马书8点26分说 圣灵代表我们带祷 当你甚至不知道如何祈祷时 祈祷你心中的想法 并知道你有一个带祷者 他站在你的翅膀上 当你感到日复一日的陷入同一个祈祷中时 请你的带祷者帮忙 在经文中找到祈祷者 并为自己祈祷 祷告会建立你的信心 帮助你即使在危机时刻 也能将目光集中在主身上 冥想缓解压力 冥想是强大的 尤其是对基督徒来说 冥想不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头脑清理 当你封闭你周围的世界 将你的思想和心灵集中在祈祷和圣经研究上时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戒律 根据你在圣经中所学到的知识 花时间反思上帝在世界上的属性和互动 他是深入思考你在自己的圣经学习中所学到的真理 那么你是怎么做到的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带上你的圣经、笔记本和纲笔 承认上帝的存在 选择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圣经上 练习记忆一段文字或使用评注深入研究 利用这段时间将最喜欢的段落复制到笔记本上 深入思考一段小短文 以及它如何适用于你在生活中所处理的事情 当你练习冥想时 清除你的大脑中的其他忧虑和担忧 与某人交谈、家庭或专业人士 危机时刻对你的情感和精神都是极其沉重的 有时候 你需要别人帮你理清你的感受和经历 即使作为基督徒 寻求帮助也是可以的 与他人交谈 可以帮助你分清生活的轻重缓急 它可以帮助你确定什么对你的信仰是重要的 和至关重要的 什么不是 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值得信赖的家庭成员 比如你的父母或兄弟姐妹 可以帮助你理清你的想法和感受 牧师可能是合适的求助对象 有时 如果你的焦虑和混乱情绪非常强烈 你需要专业的咨询 一个基督徒通过接受专业咨询或治疗来保护你的心理健康 这是毫无羞耻的 阅读圣经 平息焦虑 当你周围的新闻感到身体疼痛时 关掉它 拿起你的圣经 圣经是安慰的最终来源 尤其是在一个动荡的世界 诗篇中 大魏王一遍遍向上帝呼喊 令人难以置信的平静 当你沉浸在上帝的话语中时 你会发现你的焦虑开始平静下来 你对圣经越熟悉 就越不担心周围发生的事情 是的 有时候世界会觉得自己处于危机之中 但最终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希望 保持活跃 锻炼 照顾你的身体实际上可以改善你的精神和心理健康 锻炼会释放内非态 这是一种感觉良好的激素 能促进你的情绪 在危机时期 你需要经常锻炼 以避免负面情绪 当涉及到锻炼时 选择你喜欢做的能让你心跳的事情 你不必去健身房 但如果你想和别人一起锻炼 那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需系上跑鞋 去散步或慢跑 你会发现你的头脑和心灵都很清醒 在你做了一点锻炼之后 你就准备好应对下一次危机了 接下来的步骤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 有时 我们会觉得自己只是在等待下一场危机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的希望在于主 而不是你周围的世界 那么 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 当你感到被周围的苦难所征服时 抬起你的眼睛 评估你的精神健康状况 并确保你在上帝的话语中花时间来巩固自己 并将注意力放在需要的地方 同时也要注意你的身体健康 如果需要 不要害怕寻求专业咨询 很快你就会发现 你能够以和平和希望度过今天生活的挑战 因为你的希望来自于这个世界之外